一段段的木材上面有好几个圆形洞口 就是要来栽种端木香菇 这是较原始的栽培方式之一 也是部落早期的传统产业 从种植到采收 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虽然种植不易但投资报酬率高 也因此金枫香已有立秋冰茂嘉然 三个端木香菇示范区 给我们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怎么做各样的预备这样 这些学员或者是新进的学员 可以对种香菇这个区块 应该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减少我们一些失败的过程 这是金枫香菇所推动的 零下经济之一的端木香菇 为了让更多乡亲了解端木香菇的 种植方式与技巧 金枫香菇所特别办理 端木香菇辅导计划讲习教育训练 在我们乡里面 也可以推动不同的产业 用意就是希望我们的农民 我们的乡亲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希望在他们的生活上面 可以带来不同的收益 端木香菇虽然经济价值高 但农友表示 因种植上需要在固定时间栽种 会需要较多人力协助 若人力与设备制裁上无法到位 种植端木香菇相当不易 希望借由香公所辅导协助 让端木菇产业布上正轨 朝向更多元的发展 约世新闻 汇举台东金风 财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